采摘下来的柿子还可以做成柿饼 安徽奇门县石济村就有着做柿饼的习俗 每到柿子成熟季节 家家户户都会把新鲜的柿子去皮晒干成柿饼 而削下来的柿子皮也要晒干另有妙用 这个柿子我晒好了 就把这个柿皮捏得到它就去年上 就捏得好好吃甜 近年来石济村还从柿饼中发现了致富的门路 采用传统手工工艺 发展柿饼加工特色产业 全村每年生产手工柿饼5000多斤 为村民增收10万多元